民眾黨新竹市長當選人高鴻安撤貪風波持續在延伸 昨天調查局北基站是約談了三名助理來徵訊 其中也包括是PTT紅人神龍Z9吳達偉 他也被傳信長達七小時訊後被請回 而現在也傳出高鴻安受訪時候抱怨了 說不滿呢在徵訊期間就連便當吃素這樣的對話都未公開 因此他質疑的偵查不公開 根本像是在講笑話 快服走出北基站上車離開 檢調二十一號不只在約談兩名高鴻安美女助理團成員 還有走在最後方的承認高鴻安辦公室主任的PTT紅人 神龍Z9吳達偉以證人的身份被檢調約談 長達七個小時後訊後請回 因為高鴻安雖獲六十萬元交保 但檢調一四又找到涉談心事證 有跟檢調說些什麼嗎 據了解前辦公室主任小兔主動向檢包提供的帳本 清楚記錄帳目收據發票及領據 在二零二零年二月 吳達偉確實有向立院申報入帳的月薪為五萬元 不過在帳本中實際薪資卻是零元 吳達偉曾說不相信有誰情操這麼高尚 能為國家付出不領薪水 但又與高鴻安兼稱的助理自願回捐說法都不攏 吳達偉是否涉及人頭詐令 檢調還要再離期 不過隨著案件延燒偵查進度細節被揭露 傳出高鴻安很不滿 吃個便當都被放大檢視日前 高鴻安在征訊期間說自己吃素 結果被公開讓他不滿說 為什麼連這種對話都會被流出 質疑偵查不公開難道只是在講笑話 高鴻安向平面媒體抱怨 當初調查官詢獲是否要訂便當 因為自己既不吃牛也不吃辣 擔心會不好處理才會回答吃素就好 沒想到這種對話也被攤在陽光下 辦公室也在次呼籲檢調應該要嚴守 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高辦多次呼籲期盼檢調嚴守偵查不公開 但畢竟案情像滾雪酬般越滾越大 內幕連環報高鴻安的一舉一動 也備受外界關注 記得綜合報導